四年一次的氏族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下注一下 有嗎 各位 有啊 那我們這裡你們不用下注一下 就是今天應該也算是我主角啦 多問我一些 我在中間 我在中間 畢竟我現在 我是希望我可以一直都在這邊啦 能囂張就先囂張起來 對 波濤兄有嗎 對 沒有 因為我們 我們戰況其實我們一開始的 戰績比較好一點嘛 中間遇到一些小低速 其實我們就是在這個波 波浪裡面就是試著 大家試著學習嘛 然後就像製作單位一直教導我們的 就是團結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把每一場比賽 然後最精采的表現給 呈現在電視上 或讓喜歡運動的各位朋友們知道的 我們就錄影 唱歌 吃飯 跳舞 對啊 什麼都做 對啊 我把我會的都幾乎都展現出來 我們常常在休息室都會跳起來 對對對 因為他們基本上 他們大家對歌唱都還蠻有天分的 所以他們也會教我一些唱歌的技巧 對對對 唱兩句啊 歌歌吧吧 喔沒有 唱給女兒聽的啦 我還在學習啦 這種程度我也是替她高興啦 畢竟姐妹要繼續做下去你知道 對那個 我們也是要顧一下她的心情 對 那小潔真的是 我講實在的真的是進步很多 就從第一季看她成長 就不管是在她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面 或是好像指教這件事情上面 就我有點不一樣 我是本來帶了專業的運動員 經驗 然後來帶這些藝人運動員 我覺得她剛好反過來 她先帶了藝人的運動員 然後現在回去帶 我相信她也是一樣有很多的 跟這裡的收穫放在訓練上 對 當然啊當然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是專業的 說真的 所以 在心情上面 而且我覺得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個性 然後每個人想法完全都不一樣的時候 要大家去配合整個團隊的一個模式 確實是困難的 對 我覺得這是她們蠻厲害的地方 當然也很感謝她們 呃 沒有約定好啊 對 但是就是因為這賽季比較長 比較辛苦 所以 我覺得不管結果怎麼樣啦 就是結束之後 就是會帶大家出去走一走 就是 放鬆一下心情 因為 他們畢竟也不是專業運動員 然後 要經歷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 我覺得 他們走的現在是真的都蠻不容易的 那一天如果贏的話 可能那一刻起 我就是會一直這樣看著錢姐這樣 如果 如果 小傑真的贏我了 就 你們是要去哪裡走一走 去日本的話 就帶上我好不好